随着政府在第十二大马计划 签订了九项投资焦点领域 并且针对经济制定改革策略 为商界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 首相南都斯里·伊斯麦·沙比利指出 我国已经做好准备 重新成为区域和国际企业的投资枢纽 通过多面向的经济合作平台 在海内外招商引资重新出发 首相今早为大马交易所和马来亚银行联合主办的 2021年投资大马网上论坛至此时指出 尽管新冠疫情带来挑战 但政府将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善用这个平台发挥大马作为各国进军东盟市场主要通道的功能 为本地公司和中小微型企业开拓公平竞争的环境 争取更大的区域市场 为国家创造更多经济收益 提到第十二大马计划概括了振兴投资的九大重点领域 包括振兴经济 加强经济推动力 改善社会保障 消除赤贫和缩小收入差距 首相表示在未来的五年内 政府将通过各项努力 让国内生产总值达至每年增长4.5%到5.5%的目标 政府也对国民平均家庭收入在2025年达到1万令吉感到乐观 首相强调为了在2030年实现高科技国家的愿景 发展数码经济和推动国家工业革命4.0 将成为我国规划前景的重要部分 政府将在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区块链科技等领域 创造经济机会和培养人才 以加强我国吸引投资者的竞争力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代表 代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